到去年我們這邊有算過 我們淨流出去的錢 每一年都是幾千億 幾千億出去的錢 其中最大的錢是誰 是壽險業 那壽險業為什麼不把錢 留在台灣呢 因為台灣沒有好的那種 就是年金回來 年金就是要 我任何東西就要收年金 我再付保單 那台灣像比如說高速公路 他就丟給了這個 直接丟給了這個遠船 如果這個保險公司來取得 那保險公司就有收入可以 保險公司又付一筆錢給政府 然後他收這個年金 他可以付給保付 保費多少 保付多少 但是裡面有個關鍵事情 合意在怎麼樣 所有的受請公司都想說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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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他今天 政府把地拿完之後 收租的租金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可以算出來一定是超過 5個百分點以上 找我 找了半天 結果政府找給建商 所以如果今天 就是可以找受請公司 受請公司找給營建商就好了 樂意的很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潤泰合在一起 唯一的事情是 可能潤泰有跟政府提說 我們是不是有保險公司 來把你這個合意宅全部承租 你全部都是社會宅 我們幫你管理 然後這個土地政府出 但是土地錢我們可以先支付給你 就跟這個台北市 第二個那個就是世貿館一樣 那你這裡的收入政府可以收得到 台灣如果連新加坡合意宅選不到 受請公司都告訴怎麼做的 他就怎麼做 他就知道交給建商 我再講一個 就是說台灣會不會進步了 因為都做業的表現 我說這個才是台灣最關鍵的因素 但是你香港還是新加坡是這樣的 看到你這個生活這麼奢華 或是說買得到這麼多的東西 他一定叫你來講你錢回來 對不對 這叫財產來源不明罪 對你要講 陽光法案 陽光法案 那我說已經我已經公開講過 有一個大官司買3億6千5百萬的房子 買11個車位 人家這邊他帶有什麼 對 對 再來其實我去打九尾府邱 我看到他也買財產 對 他那是自己買的 那財產都有那個 有那個置物櫃 置物櫃有什麼名字 你現在那一支財產要多少 多少 一支賣980萬 唉唷 這那一千了 一間房子 910萬 當然那個會員 可以打多久 一輩子 就如果你繼續沒有賣掉 你就可以繼續打 可是我要講的是 當然你的會員價往哪有 有輕輕浮浮 有波動 最低的時候大概三四百萬 可是在我一個做記者的人心裡 我就講 你做公務員怎麼買得起這種 酒證 不然就人家送 要不然人家送 人家送也不行 送個財務案 那這個太貴重了 要申報 這連收都不能收 那我現在不講誰 因為我總是 因為我們沒有證據 我是說不合理 那裡面我就看到台灣的官政 可是 可是一個 要讓治理國家的人 你不能讓這種情形出現 對不對 這個就是國家的清廉 所以我剛才就講 說當所有人拼出來 沒有一個是財產 真的真是貼的 這是台灣最根本的問題 但是一種出力 洪英哥你講的這個例子太好了 你這個例子跟葉思文的例子好像 對 就是 所以他後來被換掉了 逼退 而且是五度逼退 但是沒有法辦他 對啊 就是這樣 光榮退伍 還給你一個歡送會 那麼重要的一個 對 那麼重要的一個對大陸的機構 他組長那麼多年 一直有黑函 對大陸的機構 他一樣就 他最後的結果就是跟葉思文一樣 最後的結果就是 銀建署署長你光榮退休吧 你七月十五 2003年七月十五才要退休的 逼得你六月三號就要先退 為什麼 趕走啦 還沒開車 不要在外面出事的話 一樣到你剛才講 那一個這麼大的關係 不是開車 還沒 還沒翻車 那車的路線 不把它塑起來 你現在在台中沒翻 好像家裡也是很翻 對 好 我再問你 那會不會在於一個葉思文 一定有的 為什麼 因為你制度不改 制度不改一定會有 都是這種心態 明明知道你有問題 所以倒回來 我反而要去質疑 所謂的查無時政到底什麼意思 是要查還是不要查 只是告訴你說 你就這樣啊 你會不會去 你如果不去 告訴你大家可以去 所以你就自己離開吧 就是逼退 但是沒有查 那這些完全不合理的財產來人 可能有收賄 可能有貪污東西 有多少 我要讓我再請教你 以你的判斷自由宣證 你覺得100個官裡面 真正報財產的有幾個 不到10個 不到10個 那你就是9成都是假的啊 我這樣講可能 我現在講的是比較類似 你認為幾成 對不起 事務官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我支持尾涵 我認為9成以上都不表示 我覺得應該可能連事務官都保不住了 很多事務官 那你認為幾成 我認為幾乎沒有吧 幾乎沒有 我老實講我不曉得 但我知道很嚴重啊 我問你啦 有到99成罰表的 99成罰表的 我問你啦 如果你財產不誠實申報 表示有沒有問題 有啊 你如果誠實申報 你如果沒問題 你就誠實申報就好啊 誠實申報就有問題了 人家就會誠實申報就出事了 那為什麼今天會產生葉斯文 而我判斷說 但不樂觀他不敢辦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有分 這沒有錯 可是回到問題的本質 何宜住宅這個法案 是怎麼通過的 怎麼可以讓這樣子的東西過呢 那是總統的政見 那08年之前 要不要立法通過 要啊 要啊 那為什麼沒有立法員監督說 這樣子90% 這90%可以賣掉 還有店面 那個沒人 這哪裡來的居住公平陣營 他當社會住宅 這個立法沒有規範的這麼細 因為要不然桃園縣 為什麼可以調整 那個是行政財量權 對 那個是行政財量權 他執行之後在立法院 有多次 民進黨很多立委去 但包含江一華當部長的時候 講你這個怎麼不通 你當院長的時候 你以前做的也不通 但是你就是沒有用 所以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擋不住他 因為他現在是我的行政權 我要這樣做啊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要檢討 連李鴻源在當內政部長 他自己都講過 他說這個何宜宅的政策是錯的 李鴻源覺得江一華的何宜宅 窮人永遠還是買不起 他真的需要房子 還是買不起房子 所以李鴻源的政策是對的 可是因為大家認為 李鴻源延續江一華的何宜宅 可是以他的個性講說 我覺得這不對 所以他開始讓江一華討厭他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你看 已經買的人到目前 有26%的人付不出 分期付款已經退掉了 你還記得 其實我們如果是小建商 也標不到這種案子 對不對 對 真的啦 你不夠了 你看那個何宜住宅那張照片 哪一個是小建商 都嘛是很 日盛生 不要說多幾個 大家去找照片 日盛生本來也是一家小建商 就在馬英國養大的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覺得每個名嘴都有他們的地雷 比如說汪潔明 台上美河四季就跳起來 汪潔明的地雷是江一華 美河四 美河四 然後那個年晃談到那個 金先生 金先生就跳起來 好 陳立宏只要談到吳先生 白先生 我談到白先生 我來很輕 陳立宏跳起來 OK 好 我們可以讓每個人的地雷 你剛才講說 李鴻源至少在任內他有講 他說他任內不會 他承認第一句話 就是說他不會再蓋何宜站 因為不合理嘛 這個何宜住宅沒有 你像剛才講的26%都退 負不起 他買的時候 辛辛苦苦去抽籤買到了 因為你何宜住宅 真的是給收入比較低的 那個大概就是他大概是300萬 400萬以內 就是350萬月薪3萬以下的人 對 才可以處理的嘛 他才有機會這個購物嘛 那我像今天也為了這個案子 問了很多那個業界的人 他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事情卡住的 都是有解的 可是這政府是不聽的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才把這個整個搞懂 就是都更 我們記得我們講了很多字 尤其是都更 有關於居住正義 現在很多人原來開公司要做都更 後來都乾脆就不要做了 因為覺得這個沒辦法碰 他說都更的案子 你不能夠給建商自己去處理 你應該是政府要幫忙這個社區 然後呢 封辦都更 因為通常來講 整個都更案子 大概所有的住戶 有一半會同意 有一半會不同意 對 不同意裡面的有一半呢 是他要多一點的 OK也就同意了 另外一個呢 是懷疑你建商賺貸多 我死都不要的 要很高價錢 他才同意 就會這樣子卡卡卡 所以才會有那種把釘子戶 排除釘子戶的那個條款 他說可是這個就是不合理的 對建商不合理的地方怎麼樣 我這個都整合好之後 我去送去的時候 才知道我的容積率有多少 對 所以我也是要拔嘛 他事先沒辦法算 他可能有沒有獲利的空間 他沒有辦法算 所以大家住戶覺得建商賺太多 建商覺得 我也不是一定有把握的 我有風險 所以這樣子就卡很久 那我說那應該怎麼解套 他說政府應該幫助這個社區 OK 他說你知道規劃一個 整個都更的案子大概要600萬 光那個規劃 整個的設計圖那個 因為這有費用的600萬 然後規劃出來之後 就告訴你 我可以給多少容積 然後你們來整個社區來評審 你們要給哪一家 因為這個白紙黑紙很清楚 然後得標的就要把這個 600萬的前置費用還給政府 然後協助你們把這個都更完成 這樣子是不是就透明 就被想說 透明就沒有錢可以拿 美人這個政見 蔡英文2010年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就提出來公辦獨更 一定要公辦嘛 可是當時被多少建商跟建商的代言人 出來罵到無體頭 這個體無完膚說 這根本不可能 怎麼可以政府辦獨更 為什麼政府不能辦 政府是協助你 對就幫你設計規劃而已 把前面的這個算出來到底有多少戶 然後大家就知道這個比例怎麼猜 對 透明之後大家就知道怎麼做嘛 如果賣 你如果賣也是你自己剩下的事情 蔡英文2012年 社會住宅也是他講的 對啊 他最早講的 社會住宅也是他講的 說他變成合一住宅 照例說只要蓋社會住宅 而且是只租不賣 合一住宅是不對 合一住宅是因為你去把農民 徵收很便宜的地 然後你政府賺了一筆以後 再把它再賣給建商 建商再賺一筆 然後再蓋好又再賣給大家 然後再大賺一筆 這個政策是錯的 社會住宅其實是蔡英文說的 蔡英文的社會住宅 約住是政府 約住不是建商 而且他只租不賣 這個十一住宅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你看如果我們路會叫建商去開嗎 路就是政府蓋 政府要開啊 所以今天住就是最大的問題 過去這十幾年來 因為國債開始不蓋以後 你看葉世文怎麼講 他說大家去買房子 買房子的那個投資報酬率8.6% 比股市還好 把房子當成股市炒 房子變成是一種在炒作的東西 可是它卻又是基本的需求 應該是要租 讓大家東東有得住 就不會有那些大的問題出來 可是19008跟謝郎寧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把他台北市長任內 房價上漲當作他的政績 因為他認為房價漲是表示 大家看好啊 所以把它當作政績啊 其實建商是很多正式人物的金主 這就是為什麼建商永遠不敗 他現在來看葉世文 葉世文確實有收費 對… 然後這個趙春雄是有送錢喔 對不對 那送錢其實也是犯罪喔 對啊… 三年以下 三年以下